現在要請到的是 丁曉雯老師 請做講評 君民 今天有壓力 好 我們今天的新生報道 這是好的 我覺得我們這舞台上 一定要有新的刺激 才會帶領我們所有比賽的朋友 更精進 君民今天這個歌 我覺得為什麼有壓力 因為我覺得你的 今天的音準比較不穩定 有一些小小的 因為你是衛冕者 我們對你要求比較嚴格 但是君民 我覺得 你可以坐在那個位置坐這麼久 其實最大的原因是 目前所有的歌手裡面 老師個人認為 你是在情感的表達上面 我覺得最好的一位 我覺得你真的有看懂 一首歌的歌詞 也了解這首歌 它整個的結構層次在哪裡 所以 我覺得你可以坐在那邊那麼久 其實這是一個很重要的關鍵 所以無論如何 你要保持這一種優勢 但是在基本功的部分 要再穩定一點 好不好 真的不要輸在這個上面 謝謝老師 接下來我們請翁立雄老師請 謝謝 君民 是 老師好 其實你是一個 定義是一個 可是 你看看我對你 本地我坐你的飛龍機 我很安心 你知道嗎 結果你也是剛才亂流 今天 你看你 我就跟你說 他絕對心目中都是高富帥 那種 沒有今天來試試 他應該不是 那個記者應該不是他的菜 是他的肉 好 開玩笑 一支麵線都很安穩 很讚 我們聽你唱歌 就是鄉下 很安穩 結果你到最後 一段情 高朝遺跡 有沒有 要爬走 一段情 已經是 有沒有 就在那個戲 遇到亂流了 就是 你知道嗎 對 一段情 高朝遺跡 像座的心 一堅死 無情的人 請你過天 離開 整個我們那個安穿肚子 都哭得很怕 你知道嗎 對 因為這首歌 原主唱是黃毅玲 你們一定都聽了恩變之後 對不對 你不要讓他 抓他 你知道嗎 其實你要把他 轉變做你自己的 這是我個人的 的故事 我個人的作品 你知道嗎 唱歌就是 可以自己做一些 的開口 做一些 讓人覺得聽到會刺激 會煞心的嘛 人會煞你 這就是你的魅力 你的特色 因為你做得到 謝謝老師 徐忠銘老師請 其實我還是這麼認為 這個歌選得有點太 對你來講簡易了一點點 你以前落差滿大的 可能只有那個仁豪在跟你 在互相競爭 可是你沒看到 今天好幾個 都已經往上爬了 所以剛才我覺得 你的壓力會越來越大 所以我覺得 不能夠失去每個小細節 好不好 老師鼓勵你 加油 謝謝老師 是衛冕者就是比較痛苦 在這二十關當中 一關都不能有閃失 今天會不會因為這樣 看到帥哥心動之後 就摔掉到寶座 這是比較冤枉 不是嗎 他是看到他分數太高 造成他很多心理壓力 什麼叫分數高 他九十二點多也看過 有什麼沒看過的 好 我沒辦法幫你講話 是 剛剛他心想說 他領個百萬過年 沒想到第一這一關 就摔在帥哥手上 你怎麼這樣打擊人家啦 瓜哥 他現在是求和 他沒有想要求贏 對不對 是嗎 你是正誠的嗎 想要求贏嗎 對啊 老師都講那麼多 缺點 會不會摔掉寶座 我們來看 評審 請給分 君明能不能夠守住 他的衛冕者寶座 得到的分數是 70 80 90 90幾分呢 90 91 還有沒有 小數點是關鍵 6 7 再來一次 恭喜得到91.8分 守住衛冕者寶座 林隆璇老師是給李濟澤94分 是 你才91分 丁曉雯老師給你93分 對 丁老師 我看要給他教訓的薛仲銘老師 有 也是給他92分 所以差別就在這邊 表現不錯 我們守住一關 我們獎金還是四十二萬 你今天真的說實在有沒有嚇一跳 就像剛剛翁莉老師說的 就是那個 已經是那個 我就一直是 我覺得我念到真的快要有那個 你今天臉真的好紅哦 有嗎 你是很熱嗎 還是在他旁邊你害羞啊 沒有 說實在這個身高比例 是有點差別 對啊 我看不到他啊 對 所以他意思是你只看到瓜哥囉 沒有,因為我在跟瓜哥說話 OK 不錯啦 不過廖君敏 真的不用怕他 因為他遇到你 對,我是真的 對,不用怕好不好 我們必須要從君敏 君敏的票箱 抽出一位幸運的觀眾朋友 得獎的是... 恭喜你得到獎金三千元 好,我們另外加碼三位 消費高手好關鍵的得獎者 得獎名單 將會在下個禮拜一 公布在我們台灣那麼旺的粉絲專頁 大家要記得去關注一下 是,也謝謝記者 來,稍微休息一下,謝謝 謝謝 恭喜君敏 現在還是衛冕在第12關 是 有點卡關 但是還是請登上衛冕者寶座 恭喜君敏守住衛冕者寶座 持續累積 獎金42萬元 來,接下來